剛才我們講那個相對位置 如果用數學的語言來說 其實就是建立所謂的坐標系 有類似各位在地理學上所學過的經緯度 這是一個坐標系 那坐標系有一種是簡單的 也是我國中目前理化有用掉的 有用掉的 是直線的 我們當然有在說 那基本上你就會在事實上學過 要建立一個坐標系 必須要找到一個基準點、原點 還要定好方向 還要有一個單位長度 多長 一公尺、一公里、什麼多長 一、二、三、四就定出來 這樣才會建立一個坐標系 這個是你在數學上就學過的事情 那我講過了 那可以建立的一種是直線 是我們地理數學上有學過 也是我目前理化上主要用到的就是它 因為我們叫直線運動 就在直線上動 所以要找到一個圓點 那個基準點 然後有個方向 正方向還有負方向 然後呢還有單位長度 一、二、三、四 平時就有個巴黎鐵塔 那麼按照這個坐標系 我的巴黎鐵塔的位置在哪裡 請你用一個完整的 正確的敘述 來說明 在這裡該如何來描述這個位置 該如何來描述這個位置 二、二 二十八 請坐 這個描述要寫的叫做正三 寫上正號是要表達正方向跟負方向 這叫做直線坐標系 但是你在數學上你平常那麼多的應該是一個 直角坐標系 平面的坐標系 定好一個圓圈 然後有一個垂直的兩個互相垂直的正方向 正方向、負方向 然後呢就標好 所以按照你數學上所學的這個rabbit 這個兔子 他所應該要標示的坐標是怎樣呢 按照你數學上所學的 他的標示應該是長成怎樣呢 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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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請坐 按照你數學上所學過 他應該標的是 三、二 三、二 向坐 你操心 然後如果是以右方當作正方向 右邊當作正方向 單位長度是定做公尺 公公尺 那所以 然後呢 所以 A的作為叫做正五公尺 也就是在右方五公尺的地方 右方五公尺正五公尺的地方 那麼B就是在什麼 就寫作負二公尺 在左方兩公尺的地方 這就是所謂的直線坐標器 來表達的方式 然後就要來表達方式 所以咧 我們想請問你 如果把B當作原點 把B當作原點 請問你如何表達O跟A的坐標 好 表達O跟A的坐標 O在哪裡 A在哪裡 一次回答好了 O要怎麼講 A要怎麼講 你就一次回答我好了 這樣比較節省時間 你告訴我 O要如何回答 A要如何回答 O要如何回答 A要如何回答 A為什麼我抽不到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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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為什麼只這樣女生嗎 A不會吧 A21 A沒有這個人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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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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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是正二 歐是正二 A是正七 歐是正二 A是正七 歐是正二公尺 歐是正二公尺 這底下有標了公尺 所以我就寫上幾公尺 就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位置的描述 這位置的描述 這是為了我們當委要做計算位移的時候 要用到的想法 這是很簡單的基本概念 理論上你的數學都學過了 數學都學過了 並沒有教什麼新內容 這就是有關於坐標系的建立 同學們有問題嗎 沒有 OK